在這個時代,我們怎麼辨別邪師跟日月名的名師? 因為大家的時間都非常有限,所以我們到底要怎麼辨別? 一個小學生想判斷大學教授哪個高,中學教師哪個高, 這是很難判斷的意思。 所以我們在佛法在京東特別為我們做了一些指示, 第一,我們在這個時代要依法不以仁, 剛才說即便觀音再來,他真是觀音轉世, 他也是我們的大師兄,他來的目的就是教我成佛的, 不是我要拜他,今天很多人故弄懸殊,高高在上, 然後我是誰的轉世,我是彌奈再來,我是誰再來, 那這個都不是這麼的,大家可以一言一閉的, 因為真有本事的時候不通過裝誰來互動人, 他自己已經夠厲害了,他裝誰啊,對不對? 那特朗普他要裝誰啊?他不用裝,他就是特朗普, 他要裝誰的才厲害,真正的,這個東西就是說, 大家不要管誰是誰的轉世,這個跟你都沒關係, 你要跟他,看他有法,沒有,這叫依法不以仁, 第二個呢就是以了意經,不以不了意經,什麼意思呢? 就是經書裡面有了意的和不了意的,不了意的, 你說治個病啊,佛也說了個經,對不對? 啊,佛因為什麼事人家來問也說了個經,這些都不是了意, 了意經就是一個經,就是什麼?你成佛,你原本是佛, 你現在趕緊成佛,這就叫了意經,你不要再做凡夫, 你要出掉六道,你要有出離心,菩提心,明確有出離心還不行, 你還要真出離,就是你的身要從肉殼中出去,這個叫胎內身, 你要有個身體,從這個肉殼出去你才出離了, 否則你根本就只是說,我理上知道要出離,我出不去, 不是這個嗎?你還在殼裡面,還在六道輪迴裡面, 所以你要從這個殼裡怎麼出去,這就像叫金蟬頭殼, 那個資料,資料怎麼從那個皮裡面飛出去,皮還在,它飛了,對不對? 所以金蟬頭殼,你要出離,你要從自己的殼中,要裂開這個殼出去, 哎,這都是技術方法,你沒有師父知道,你出離你也修不成, 你光出離成了個阿羅漢不行,所以你還要什麼?你還要度眾生, 而這個時候叫菩提鮮,就是所有的眾生跟我的爹媽都一樣, 累世的爹娘,我都要度她,這個叫菩提鮮, 菩提鮮它有怨菩提鮮,它有聖意,空性菩提鮮, 最後還要成菩提鮮,叫三摩地菩提鮮,叫真成菩提鮮, 真成菩提鮮它要練出一個像月輪一樣的透明的一個球形體, 叫月輪即逝,這部分都是公出,你這個叫一了意,這就是了意, 這就是這樣。你要三大二生期間,你慢慢拜我吧, 拜我了將來你成佛,這都騙人的,或者來我給你灌個頂你就成佛, 這也更騙人的。你要找一個師父跟他學東西, 先要做學生,你才能夠真成佛。 那麼這又是什麼?這就是一個很關鍵的兩個, 就是四一法理念的,至於說一一不一語啊, 那麼現在很多人都拿著經在念,就是哦, 它的翻譯成白話是什麼,這叫語。 那個通過語言表述的那個意思是什麼? 我要打死你,我要打死你是我說了一句話, 我為什麼要打死你?因為我恨你到極點了,我要打死你, 那是那個意,語是我要打死你, 你聽那個我要打死你,你就停在這兒了, 你不知道人家恨你,就說那你敢打我就報警, 他更狠,這就完蛋了,就是你沒語那個意, 你只是那個語,他下次非得要不告訴你, 你暗地地放一槍把你打死,所以還是要打死你, 所以這個叫依予不依予, 不要依予不依予,對吧? 所以這些東西大家要懂, 再一個就是佛友四法印,或者叫三法印, 顯教講三法印,密教講四法印, 密教增加那個諸受是苦,就是你今生佛友的, 你賺錢啦,你吃了大餐啦,你什麼享福了, 都是諸受,都是苦,所有的經歷都是苦的, 因為它是苦因,你這個六道輪迴的因, 你今天吃這個海鮮大餐,你享受了, 享受了你造了很多業,這不苦因種下了, 諸受是苦,口,口舌享福了,肚子享福了, 最造下,所以這密法特別重視叫諸受是苦, 你住洋房住的那麼大,你剝削人家工人的錢, 剝削的太多了,這享受了,你享受了, 以前說不做高短大床,你這個床搞那麼大, 房子搞那麼大,你這不是造孽了嗎? 所以這諸受多是苦,所以這是密法, 獨特於其他的,就是官所有的世間東西都是換, 假換,所以你不要去享受。 那麼三法印是什麼呢?諸法無我, 剛才說,人無我法無我,沒有我張普生, 沒有我的法,沒有可修之法, 當然講起來是一套很深的道理在裡面, 叫諸法無我。那麼諸法無我下面是什麼?諸行無常, 就是整個我們經歷的所有的東西都沒有永恆的, 都是假換的,你要這樣去看待,我賺了一百萬, 假的,死了沒用了,對不對?我有豪宅假的,死了沒用了, 我有在那邊的老婆,在乖的孩子,死了沒用了, 這都是諸行無常,所以不要被這些去禪住了, 被兒女情長,被跟孩子的感情, 跟朋友的感情禪住了,存情激諾, 所以知道諸行無常,所以你就不去追求這些東西了, 你就知道所有都是假換,唯有我成佛, 我才叫真感情,才能真救贖我的兒女, 真救贖我的父母,真救贖我的老婆孩子, 所以這個呢就是諸行無常。 最後一個很關鍵,就是涅槃激進, 今天很多什麼,諸不做,諸善奉行,這就是佛教, 這是把天道,偷糧換住到佛教的, 你們台灣很多團體都在講這個,諸不做,諸善奉行, 人就是佛教,諸善奉,這是天道,天道因, 你做十善業,這生天道的因果的因,種子, 哪裡可以這樣去,這後面的自盡其益沒了, 就是諸不做,仲善奉行,自盡其益, 這才是諸佛所教,對不對? 那麼自盡其益是什麼? 涅槃激進,涅槃激進,就是我要入有餘以涅槃, 最後入無餘以涅槃,涅槃是活著死, 不是死,死了以後死,就是我活著, 我做活死人的修煉,我活著, 什麼東西我都當成不存在了, 然後通過一些技術方法,練到那個, 正道那個粉碎虛空,大地路程, 自己沒有自己了,自己跟法律完整合一了, 這個叫涅槃激進的,這是三法意, 所以說佛教不講諸法無我, 老實說我的山頭最厲害,我的佛法, 這個就是邪教,第二個就是說, 不講諸心無常,你實際上跟我, 我可以讓你賺錢,我可以讓你發財, 我可以讓你升高,這個不講諸心無常, 不是佛教,不講涅槃激進, 搞得不應打坐,不應禪修, 你這個四天的東西你做做你就成佛, 這就是更能騙人, 三法意少了一個都不是佛教, 所以你學佛的時候, 你當一個法意蓋上去, 諸法無我,他講不講我,講我不是, 第二個法意,好, 有諸法無我了,他講空信,好,這是了, 第二個,有沒有,諸心無常, 他說哎,你要發財,你要升官,你要什麼, 哎,這個諸心有常,這不是佛法, 這是天道,都回數,第三個是什麼, 不講年盤激進,不教你禪修,空信, 這個大樂,明覺,這些功夫沒有的, 不講這個的,不是佛法, 因為這三法意,當當當,一概都有的, 三根印都有的佛法, 通過這個就變出是, 誰在教佛法,誰在說自己的話了, 明白了, 所以通過這個去辨別,明師還是邪師, 正師還是邪中, 所以到孟法時期,邪師說法, 如橫河殺眾,什麼意思, 這個一百個師父, 九十九個都是邪教的, 如橫河殺眾啊,橫河裡多少殺, 都在講法,都在講法, 所以不要說,不管他是在家局勢還是出家眾, 只要他講的不是這三法意, 或者明教師父,他不是提醒你諸壽是苦,四法意, 他都不是正戰挖女的師父, 都是別人企圖的,蒙人的,靠這個賺錢的, 那那跟我們真正的佛教, 它不是一回事, 跟解脫,跟對我的解脫沒有幫助的, 那你跟在下這種感覺。 老師,你剛說天道缺少一個佛,佛道就是天道, 這樣聽講天道不對? 天道是讓你去做天人啊, 二十八重天啊, 二十八重天,大部分天道讓你勾你的勾魂, 讓你去賺錢都還是以欲勾之, 以欲勾之那不都是六欲天啊? 連四節天你要上去都要四禪八定的功法, 還要修禪定了, 你不修禪定連四節天都到不了。 就跟我們剛剛講天道不一樣。 沒有,天道是六道輪迴之一啊, 不可以去啊,你想了多少福, 最後還要掉下來呢? 還在六道這個輪子裡滾啊, 為什麼要去天道啊? 我們要出禮六道, 連天道都不去的, 不去的。 所以說我們發願這一輩子不成活還做人, 還做人還找師父還修練, 七輩子一定要成活, 七輩子很短,七百年了, 一輩子一百歲,七輩子七百年就成活了, 一輩子最多好啊。